莫莉的手腕 比起李清想象之中的 还要强悍而厉害 这一点 李清谨记于心 今日虽然憋了一生之中最多的怒火 但也同样的 更加坚定了他内心的斗志 他与他那个傻乎乎的父皇不同 这世上 谁都可以拉拢 利用 根本不必世事赶尽杀绝 但 唯有莫王府 唯有莫离 却非除不可 皇上离去 内玉暗衣们 自然也是立马跟上去 护驾回宫 虽然 这样的转变 令在场所有的人 都不由得惊讶而疑惑 但不一会儿功夫 整个莫王府却是重归安宁 外头包围的人马 也都撤了个干净 如同刚才 惊险万分的争斗 压根儿不曾发生过 老莫王与莫宇夫妇 至此终于露面 刚才他们故意缺席 那是另外一种 莫王府太多的表示 实际上 刚才的一切 他们待在屋子里面 同样惯性无比 眼见莫黎再次化解危机 大伙儿也没有太多的表示 习以为常地 闲说两句 而后又将各忙各地去 或许 对莫王府的人来说 危机早就已经是一种常态了 不过因为寒江雪在 所以众人当然也就多留了一会儿 多聊片刻 见时候不早了 老莫王留寒江雪用晚膳 但寒江雪怕家中父兄担心 所以婉言谢绝了 直到下次再来 老莫王健壮 也明白寒江人会担心 所以不多留 让莫黎将寒江雪 平安地送回家去 到达寒家时 已是掌灯时分 看到寒江雪和莫黎 均安然无恙的 寒风自视 重重地松了口气 问过莫黎意思之后 寒风当下便让人布了饭菜 留他用了一顿简单的便饭 用过饭之后 这对未来翁婿 关这门 在屋子里头 一直聊了大半个时辰 直到快大半夜的时候 莫黎这才笑容满面地 离开寒府 月夜已深 京城之中 绝大部分的人 已经进入好梦 而皇宫之内 此刻的新皇天子 却依旧没有旧秦 如今的皇室 显得格外的空荡 没有妃嫔的后宫 怎么看都觉得 有些怪异 你看起来很不开心 是因为他吗 梁夕这一会儿 已经身处东明皇宫 不过大半夜的 却没有待在 工人为他准备的 休息之处安寝 反倒是跑来找李清 今日月色并不好 干冷的天气 也绝对不是什么 赏月的好时候 李清这会儿却是 完全无视天子之威 静着一屁股 坐在寝宫外头台阶上 拎着酒壶 对月自饮 旁边地上 已经放了两个空壶了 看上去 已经喝了不少 这么晚了 西公主应该 早点回去休息 李清没有理会 梁夕的话 而是直接出声 示意 让人走人 明日朕会替你 举办一场欢迎宫宴 以尽地主之谊 梁夕同样 也没有理睬李清 赶她走的意思 继续着自己的话 说道 她有什么好的 值得你这样对待她 西公主管太多了 郑的事情 不用你管 这里是东明 不是南梁 李清 看都没有看梁夕一眼 若不是 跟南梁国 还有着不可避免的交易 这一会儿 她根本就不会 由这个女人 在自己身边 胡说八道 带着警告意味的言辞 毫不犹豫地表明着 她的态度 就算梁夕是 南梁国君 最宠爱的女儿 但于她来说 雀也和别的女人 没有任何区别 这世上 除了寒江雪之外 没有人值得她 另眼相看 可梁夕的性子 也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 李清越是对她 不理不睬的 反倒越是打定主意 非要待在这儿不可 东明又如何 南梁又如何 我就不走 她边说 也跟着坐在台阶上 只不过却是主动地 拉开些距离 因为她知道 李清不喜人近身 很早前 在南梁的时候 她便知道了 李清也知道 梁夕性子如何 见气坐下 这会儿压根不打算走 索性也懒得再理她 手中酒壶往边上一扔 自个儿站起身 往寝宫里头走去 酒 她喝得差不多了 就算心里再不畅快 她都要替自己 保留一份清醒 朕要就寝 公主请回 头也没回 李清只是 扔下这么一句话 她知道 梁夕再如何 也不会大半夜地 跟着她回屋子里头的 这才是 甩掉一个麻烦的 最好方式 今日我见到她了 梁夕跟着站起来 快速说着 却果真没有再跟上去 就在西山那处梅林里 就在你登基大典 举行之际 她跟她的未婚夫一起 在那边踏雪寻梅 注茶赏景 好不快活了 听到这话 李清脚步顿了顿 但只是片刻功夫 却还是继续往前走去 梁夕再次说道 她根本就不喜欢你 她的心全部都在 莫黎身上 根本就不可能对你有益 再说了 她还是莫王的未婚妻呢 你难道还想明目张胆地 去抢成妻吗 她根本不值得你这样去做 事到如今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见李清 依旧没有丝毫停步 理会她的意思 梁夕更是气恼不已 大声朝着李清的背影 嚷着 她到底有什么好的 论相貌 论才华 论身份 无论是什么 我有哪里比不上她的 你为什么非得喜欢她不可呢 为什么就不能够试着 接受我了 就算你所有一切 都比她好 可在朕的心中 这世上 没有任何人比得上她 李清依旧投也不回 到了这么一句话 确实已经走了进去 再也看不见背影 梁夕的心都碎了 好强的她 从来没有这么输过 输给一个可笑的女子 输得这么惨 她甚至 连跟寒江雪 比较的资格都没有 在李清心中 压根就没有将她 当成过一个 可与寒江雪 相比较的人 可她的骄傲 容不得她流下一滴眼泪 愤怒之余 却是暗自打定主意 一定要给寒江雪 一个好看 拂袖转身离开 梁夕回到了如今 在宫中暂居的地方 派出查探之人 并没有得到半点 有用的消息 花了这么多功夫 哪怕如今到了东明京城 却依旧查不出 李清为何会独独 对寒江雪 如此情有独钟 梁夕不相信 李清对寒江雪的喜爱 没有旁的原因 如果真的只是 那么普通的喜欢的话 他们相识 那么少的可怜的 庶面之缘 他怎么可能 会这么不可思议的 爱上一个女人呢 甚至于 为了寒江雪 李清竟傻傻地拒绝掉 他父皇那么诱人的 绝对支持和帮助 宁可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也不愿意直接取了他 百事皆顺 他不相信 寒江雪当真有那么好 好到 没有任何别的理由 便能够让李清这样的人 如此不可自拔 不计后果地爱上 再去查 接着查 无论如何 不计代价 你都给我查出来了 梁夕愤怒的双眸 几乎快喷出火来 寒江雪 等着吧 他一定不会输的 第二天一大早 宫里头有人过来传话 皇上要给 南梁前来恭贺的七公主 接风洗尘 以示对两国邦交的重视 是以专程替七公主 举办欢迎宴会 因为七公主的身份 所以此次宫宴 还请了不少 京城贵妇贵女参加陪同 寒江雪自是 在出席宫宴的名单上 除此之外 宫人带来了 皇帝给寒静出生之子的赏赐 指明是给刚刚出生的孩子的 是以寒江雪 当然不可能让寒家人 拒收礼亲赏赐 寒静先过后 替孩子先行收起来 金香玉的长命锁 才智皆为上乘 最主要的是 这份赏赐送的格外高调 根本不需要寒风自己 向外界正式公布什么 这份赏赐 刚入寒家大门 喜得贵孙的事情 便几乎同一时刻 传得无忍不知 谁都知道 皇帝如此看重寒家 无非就是冲着寒江雪去的 就算昨日寒江雪 帮着墨离不给皇帝面子 却同样的 没让皇帝改变 一丝一毫的想法 皇帝对寒江雪的容忍态度 几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这让不少达官权贵 都纷纷暗自可惜 为何皇上看重的 偏偏不是自家的女儿 那样的圣恩圣宠 当真少见 偏圣对象 却是已经有了婚约的女子 今生寒江雪 婚约对象 还是如今 一短短时间浮出水面 却有早早的 已经在百姓心中 闻名喜闻乐见的 墨离 没有人知道 皇上 墨王 寒江雪 这三个人 最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似乎什么可能性都将存在 又似乎 什么可能性都不存在 但有一点 却可以肯定 寒江雪当真是 越来越有着一种 红颜祸水的感觉 宫宴 并没有设在晚上 当今的天子李清 是个极为务实的皇帝 再加上 如今东明的现状 的确不容乐观 能够简洁一些 自是简洁一些为好 就算这样子 对整个局势来说 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 但李清一次又一次地 从自身做起 却不视为一条 慢慢地 让百姓认可的法子 只可惜 东明皇室 这样的改变 来得太慢 放在所有烂摊子面前 实在是显得太过微不足道 甚至于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 参加公宴的人员 也没有太多 不过身份却都是 可圈可点 倒也不至于 让南梁国的公主 觉得 这样的欢迎仪式 亏大了他们 毕竟如今 东明情况 他们也都清楚 再加上 公主一早交代过 因此 并没有谁 多加说什么 宫宴设在 庆祥殿 寒江雪的位置 极为靠前 差不多尽快 列到 女兵区最前头了 以她不过 区区 世家女的身份 按理来说 当然是不可能的 如今 公众还有几位 成年公主 各王府 王妃 郡主 还有那些 有封号的 贵妇贵女们 哪一个 不比她身份 更加排得靠前呢 可偏偏这一次 位子安排 竟让她 职业跳过 这么多人 毫无理由的 就这么安排 在前头 不得不说 除了皇帝 有这样的能耐之外 还能有谁呢 寒江雪心中 有些无语 理清此举 无非是想 更加明显地 当众表示 对她的不同 事已 这样的安排 对她来说 当真不是什么好事 无论 她坐与不坐 那个位置 都将成为 话题中心 落人话柄不说 日不定 还会无意得罪 不少人 偏偏 她到来之际 殿内除了皇帝 和南梁公主之外 其他人几乎 都已经落座到齐了 从她踏入 这个大殿开始 便引来所有人 各种各样的注视 和目光 她并不怀疑 自己姗姗来迟 绝对又是 理清的杰作 不然的话 也就不会有所谓的 特意去韩家 接她的工人 弄出一些 莫名其妙的状况 让她早早出发 却反倒是 最后一个到达了 韩小姐 请入座 引路女官 将韩江雪 引至位置之后 恭敬不已地出声 请其落座 众人更是紧紧盯着她 目光中是 说不出的复杂 就连对面南宾那一边 所有目光 也全部紧索于 韩江雪一人 那些个原本 该排在前头的 脸上神情 更是说不出的怪异 哪怕明知这样的安排 一定是皇上的意思 却还是 无法对韩江雪 完全不抱任何看法 和成见 是不是弄错了 我的座位 绝对不可能在此 当着众人的面 韩江雪自然是 不能够去说理清什么 只得如此而言 回韩小姐的话 没有错 请您落座吧 皇上与南梁国公主 很快就要到了 女官微笑而答 从容 不失分寸 显然 对于这样的安排 早就已经心中有数 韩江雪心中 微微一声叹息 这女官的回答 自然是意料之中的 正想着如何能够 让自己处境 变得稍好一些 却听见对面 响起熟悉的声音 雪儿 坐我身旁来 莫黎声音不大 却可以在这样的时候 让整个大殿的人 全部停地一清二楚的 你若不坐过来 我可是会生气的 说话的功夫 莫黎身旁却是 不知何时 多加把椅子 看那样子 倒是一早就想到 要用如此 更加惊人之举 来替韩江雪解围 莫黎解围的方式 很简单 那便是 把所有一切 都变成是 她的胡作非为 如此一来 无论是有意见 有想法 那首当其冲的 也只会是她 而不是 韩江雪 这是 她对江雪的 特殊保护 无论何时何地 都毫不犹豫地 以她为重 听到莫黎的话 话还没说完 莫黎更是 莫黎更是起了身 上去 亲自迎了一下 荡着众人之面 牵着韩江雪的手 走到座位一旁 一并坐下 一时间 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回能光明正大的坐在南宾这边 简直好的不能再好了 寒江雪笑容 当真灿烂 说的也是天大的实话 莫说是今日这种特殊宫宴 就算是平日里 普通皇室成员的家宴 除了像庄亲王夫妇那样身份的人 可以夫妻一并同桌之外 其他的 哪里有什么女子 能够堂而皇之地坐在男人堆里呢 打从心底来说 寒江雪向来觉得 男女之间的身份地位相差始终太大 他没有那样的能耐去改变所有人 去改变几千年传统和所谓的文化 但自己能够有机会跳出那样的束缚 灵教于那些所谓的规矩世俗之上 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 简直是再快人心不过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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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